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全新的面貌出现在了世界舞台 在此之前,前辈们为了确定这个新的国民,展开了多次讨论 最终决定将中华民国改为了现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可是在1965年,毛德西却后悔的说道 如果当年继续沿用中华民国作为国民,就能解决台湾问题了 毛德西为什么会这样说呢? 点A圈三连,本期视频带大家了解事情的始末 新中国成立前夕,大家为新中国的国民召开了多次会议 会议上,大家出现了各种各样不同的意见 但最终大家的意见大多都偏向于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 不久后,大家就要不要留国民里民主两个字 再次开展了会议 清华大学一名教授认为,应该把民主两个字去掉 因为民主和共和是一个意思 放在一起有点重复啰嗦了 这一观点遭到了民主人士黄延培的反对 他认为,没有民主就没有希望 民主两个字必须保留 对此,福南大学的张志教授也表示认同 他认为,应当去掉共和两个字 在一番讨论后 在场的人认为去掉民主的人占多数 同时周恩来表示 作为一个国家的名字还是用共和比较好 于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新国民就此诞生 但是在起草共同纲领时,周恩来在国民后面用括号写上了中华民国的简称 这又是为什么呢? 原来周总理担心把用了38年的中华民国突然改掉 会让人民群众一下子接受不了 一些人认为 这个简称会和辛亥革命时期建立的中华民国混淆 于是他们建议去掉简称 周恩来等人为了这个问题 邀请来了二三十位辛亥革命时期德高望重的长辈 而他们面对这个问题也是各持己见 一开始,大多数人都认为应该保留这个简称 一是怕群众不适应 二是表达对孙中山先生的尊敬 这时,坐在周恩来旁边的司徒美堂站起来说道 国民是一个国家的门面 他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意义非凡 如今革命已经胜利 要改就照告天下 国民正大的改 我坚决主张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全称 话音刚落现场立刻掌声雷动 大家都十分认同他的想法 支持取消中华民国这个简称 其实在讨论期间 毛主席也主张保留中华民国的简称 他认为 新中国只是带领人民走向一个新的章程 而不是取代了旧中国 身边的人告诉毛主席 新国名里面包含有这四个字也是一样的 毛主席也十分认同这一想法 中国就此以崭新的面貌 出现在了全世界的眼前 1965年 毛主席突然说到 如果当年掩用了中华民国作为国民 或许就能解决台湾问题了 他认为 如果在当时蒋介石退出联合国的时候 立马水水推舟 说不定台湾问题就能迎刃而解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收藏起来慢慢回味 我们下期再见